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赫阳九段 周老师您好 王磊您好 各位起友大家下午好 那周老师昨天我们也是在这个同一个演播社和大家一起是欣赏了第二局 那么第二局米玉亭是扳回了一城 现在两位棋手呢是又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对 应该说是这个是一场决胜赛啊 决胜局 这个两个人都没有退路了 对对喜嘉阳现在来说也是也是到了生死关头 好 那么在进入棋局之前呢 周老师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下 这是比赛所在第四川延庭 延庭呢也是雷祖故乡 对对对 雷祖的发源地 这是我们今天能看见的这个比赛画面 这是米玉亭 徐佳阳 徐佳阳应该说今天对他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考验 是的 如果说第二局还还没有到达生死这个时刻啊 但今天他是必须要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今年徐佳阳也是连续好几次场入决赛啊 对 在这个现在是绝对是临门一脚的时刻 看能不能真正这个体现出自己的实力 对 好的周老师 那么我们要不要先记录棋局 然后一边呢和大家欣赏棋局 一边和大家聊聊名人战 好的 应该说今天是第三局 第三局重新拆先 对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见是黑棋是徐佳阳 应该说这个拆先的结果 徐佳阳应该不会太满意 因为他赛前就说过自己特别喜欢下白棋 所以他拆到这个尤其现在是三番棋的决胜局 这个时候抽到黑棋的话 对他来说有可能心理上会产生一些 小小的波兰 因为前两局都是直白的棋手获胜 对 然后他本身他自己又说自己特别喜欢白棋 就是这种有一种我们说棋手到这个时候 他就会有一种心理暗示 如果他今天抽到白棋的话 他会他这个感觉就自我这种感觉就会 会良好一些 好很多 至少信心会有所帮助 对 因为到这个时候 信心对一个棋手来说是最重要的 不过有的时候越是逆境的时候 越可能激发他的斗志 是不是 对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对局 直黑的徐佳阳 徐佳阳第三部变招了 昨天我们是 他是走的这个 是一个错小木 开局 今天他是走新位了 接下来也是走了个大跳 对 这个 昨天的是小飞 吴有讲 对 应该说 还是有一些变化 变化还是挺明显的 从第三部 第五部变化非常明显 这前五部看起来 黑棋就是 如果昨天是比较复古 今天就是完全是这种 AI时代的典型布局 对 尤其第五部 第五部应该说 直冲AI出现之后 基本上 现在手脚 这个手脚 基本上 这个是最常见的 这个现在 大家下的也少了 因为这个呢 是怕白棋往这儿靠 这个是怕靠在这儿 这个我想很多球 也是见的很多了 对 这个现在大飞手脚的话 白棋针对大飞脚 最常见就是靠上 对 当然又往这儿靠 这个两个靠 就是随时在变化 反正总之 这两个靠 是黑棋比较怕的 小飞呢 现在是肯定是最少见的 就这部棋是 几乎是很难看见 所以昨天呢 很多汽油 你们如果收看 我们的转播的话 你应该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现在 你在看职业棋手的对击中 这个小飞手脚 是非常难 难见到了 是 然后 跳在这儿呢 也是有的 但跳在这儿呢 是怕 怕人家靠在这儿 这个也是一个 现在一个流行的下法 你如果搬呢 它就跟着搬下去 这个是怕它靠在这儿 反正总之呢 现在是 你如果走这个 走这个小木 然后手脚的话 基本上白气都有一个靠 基本上都是用靠 对对对对 无油脚 手脚 对 你只是你靠的位置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是靠在这儿 这个小飞呢 应该是大多数是怕靠在这儿 大飞呢 靠这个是最多的 然后靠这儿也有 这个呢 也有靠 靠在这儿 靠在这儿 但是不是直接靠 还是 好像是要先逼一下 这样靠的比较多一些 总体来说 现在呢 有一个 有一个共识 现在呢 就是直接 就是往三三靠的人 已经不多了 你说这个 二间跳的时候 就是你无论在这个 任何一个位置啊 这个小飞 这个这个 以前我们会经常往这个 这个三三靠 是一个适应手的 一个下法 现在没了 现在这个靠 基本上就也是绝技了 基本上是 这个靠可能 现在大家不太满足于 只是回一个小脚 对 这个一般你要靠这个 也要是应该是要下一阵 才能往这儿靠 但现在呢 大家基本上就是 这你这几个 你比如说这三步啊 你基本上他一会儿 他基本上就马上靠了 你比如说你现在走这儿 很多人就第六步就靠上去了 直接靠上来 问应手 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呢 就反这 总之这几个手脚呢 这个偏多一些 这个呢 至少你 他现在一手呢 你至少你现在不能往上靠 这是一个关键点 你至少你现在 直接往上靠是没有的 还是在 你至少得等下一阵 你比如说你逼完了 再什么 靠比较还常见一些 总之这一走呢 你就不能马上靠了 别的都有靠 这些变化 这些变化也是最近这么一两年 突然这个爆发出来 是吧 这个各种是无忧角 或者针对无忧角的一系列的招法 对 但相信这两位骑手呢 也都是非常的熟悉 非常熟悉 对这个肯定是他们的这个最熟悉的变化 对 现在第六部白骑到什么又在上面 先动什么 点三三 点三三 点三三也是 现在肯定是最流行的下法 要以往的话 这种骑肯定是会分头 分这两个是最多的 挂一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总之是都是往这边走 不要传统 传统 对传统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这个是第一方案 可以这么说 这也是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这个 对围棋的认识 对 现在棋就进入第三局了 我觉得两位骑手心态啊 和前两局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 那肯定的 因为第三局 我们一般来说呢 剩第二局的人呢 会心态会好一点 因为他是 他是 这个下棋也是 有气势 有气势 对气势上来了 然后呢 第二局刚赢之后呢 他的信心会很足 往往这种翻棋呢 其实是一种信心的较量 如果你说两个人水平 要差距要比较明显的话啊 有可能就被直落三局 就直落两局 或直落三局就结束了 没错 如果是打到决胜级呢 那社民两个人的技术水平啊 还是非常接近的 对 这个时候往往是 鄙视这个信心的时候 那信心呢 那就是会有 这个信心怎么来呢 一个是你第二局谁赢了 然后 然后呢 还有一些心理暗示 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徐家阳如果今天抽到白起 他的心理暗示就会比较 强一些 会强一些 但是 这个还是比较一个很 怎么说很微妙的一个 一个情况 对 最终还是要在棋盘上见真章 对 但是就是很多棋手 有一些棋手是我知道 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 他迷信也好 或者他给自己 好听点 应该叫心理暗示也好 就是 他就是会赛前的 他要给自己这种暗示 我记得以前有棋手啊 就是赛场上看他们 如果说这个获胜的话啊 有的像那种比较长距离的比赛 个人赛啊什么的 他可以把一件衣服从第一排穿到最后一排 是有这种 连续十天穿同样一件衣服 这个叫什么得胜服 就是说赢了这个棋 他就不想脱掉它 然后有这种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心理暗示 我还见过他们 就说比如说头一天输掉了 第二天把这个衣服反过来穿 这个我没讲 但是就赢了棋的人会有一种 就是会给自己找一些心理暗示 对 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 因为在这个同一等级的棋手水平当中啊 你说这个完全靠实力 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实力 就很多时候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 比如气势啊信心啊 这时候大家就会有这种心理暗示 对是吧 是 是有这种的 就是说有的时候就到决赛 你下到这个时候呢 你就今天 你有了一个心理暗示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怎么下今天都顺 会有这种感觉 但有的人就会 就就就不 就就觉得怎么都不顺 你说今天抽签 拆先 这个许家长如果拆会白起 他有可能 他就突然给自己一个暗示 他就觉得怎么下都顺 也许是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自己感觉就顺了 就是有这种 有这种说不清 很微妙的地方吧 对比较有意思啊 所以这人类起手对局 和这个AI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不一样 有很多这个情感在里边的 对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 起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态 就叫平常心嘛 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其实所谓的平常心 就是在这个时候 对 你平常下棋 那也那绝对不会紧张 只有这个时候 你说我能保持个平常心 然后技术不变形 没错 这个时候才是你体现你平常心的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 其实在这种大赛当中啊 我觉得不要说是超水平发挥了 其实你能够把自己的水平正常发挥出来 就已经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了 对啊 这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对 对习家阳来说 也其实他现在 我觉得对他来说 这个这盘棋 其实对他来来说啊 是他围棋生涯中一个很关键的一盘棋 一个关卡 对 如果他赢了 今天他就算 我们就说他相当于过了这个心理观了 就说到了这个时候 我能挺得住 顶住了 我能顶得住 然后我能 就是说 这个我就是相当可以这么说 我可以发挥出我自己的平常心了 在关键时候 我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反过来 如果他这盘棋输了 他这个相当于 这一年拿了三个亚军的话 对他来说 他下次再下到决赛的时候 他会用 就像我们说 他会有心理暗示说 这个时候 我又有可能是不是紧张了 早知自己那个什么 其实就是一种 一种这种现象会有 所以这盘棋 还是很有看点的 对对对 对于喜嘉阳来说 确实是比较关键一些 因为这个是他围棋生涯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看 米玉亭呢 应该说这个地方 他已经过了 对 他只是说 这个时候是 是不是能在锦上添花的 这种感觉 所以这两位棋手 其实对局心态是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应该说米玉亭 虽然说 他是在守这个名人 但是其实我觉得 因为相对轻松一些 然后他呢 也是 就是 他的心态上会相对好一些 我觉得 因为这个呢 对许嘉阳来说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围棋生涯的一个 一个卡 对 所以他要卖过去 作为米玉亭呢 他已经卖过了 只是说 他对这个名人赛的这个位置 能做多久的 这个意义在这 所以两个人应该说 今天正常的角度来说 应该许嘉阳更紧张一些 好 我们看这个白七点三三 白黑七是挡在这边了 这两个挡 周老师 都有 应该都是差不多吗 以前 最早以前 我觉得当这边偏多一些 然后爬 然后飞这个 这个是比较多一些 当然现在好像飞的人已经非常少了 都是长 最早是飞的比较多 然后拖的话 扳顶段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小米飞刀 米式飞刀 米式飞刀 这就是米宜亭当时应该是 其实也不是他最先下的 是他对这个 据沃尔特研究太熟了 就是他黑白都下 这个别人有点怕了 他黑系也这么下 白系也这么下 这个一下别人就有点怕了 就最早他是发现了 这个变化当中一个 不太以人注目的一个分支变化 当时AI都没有算清楚 然后米宜亭是把这个变化算清楚了 而且甚至发现了AI的一个bug 所以就被这个变化命名为米式飞刀 总之这个是米宜亭 比如说这个以一个 一个棋手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定势 这个还是比较难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这个定势 肯定是米宜亭是非常熟悉的 对 这个应该说两个党都有 都有道理 都可以 就还是看个人喜好 但这盘就是以前我们说这个党 肯定是党在这边 想都不用想 是没有AI出现之前 这个绝对是党在这边 没有人党在这边 现在呢 就是说这两个党都有 现在就要看这个 棋手对这个局部的研究的 这个程度了 这盘棋呢 应该说是 这个 这个许家阳是党在 我们说是应该党在 里侧 党在这边 党在这边 其实是 逻辑是比较好理解的 因为 这边是一个 二肩跳的手脚 你党在这边呢 配合他这个 背免的势力 这个只是我们说的是一种传统的理论 这就是一个传统的理论 但是他党在这边 如果飞下来 他也是 也可以转到那边去 总之这个呢 两个党都可以 但是呢 应该说还是要看后边 他相关联的一些变化 这盘棋 许家阳 哇 飞到这里 我觉得 这个飞有点味道 这个飞有点味道 因为这一飞啊 就很有可能 刚才形成我们说的 米兽飞刀 是吧 如果敏玉亭 现在拖 来黑旗斑 一顶 对 如果退的话 那就 一退下来 肯定要形成这个 比较复杂的变化了 对 这个变化 首先有一点 很多棋有啊 这个变化非常复杂 但是我要给大家强调一点 这个棋啊 一定要 这个棋啊 一定是在白棋 针子有力 对 要先看针子 对 一定要先看 如果黑棋 针子有力的话 这个棋 白棋是非常难下的 就是要看这个针子 打完长 就是 如果是黑棋 有力的话 我看啊 这个棋 它有可能压一下 还有可能是 虎的话 虎大概也可以 你吃走 我再吃 嗯 就这样的话 又跟这个针子 就有关系了 再吃 这样呢 你家我等于是 插一口气 所以这个棋呢 是跟针子是有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首先白棋 针子要有力 反过来的 白棋确实针子有力的 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一般对角都是 多半是白棋 对对对 但是你 你还是得小心点 万一你走 要注意 对 万一那个 腕笔子力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那就那个什么 所以说现在很多 AR他为什么 一开始你挂脚 他就不理你 害怕和针子有关系 他有可能是 跟针子有关系 这个当然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因为 我觉得人工智能 跟我们这个 职业器手有一个 跟人有一个 最大的区别的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我们说以前 谁下的好 比如说李长浩下的好 真有一些问题 你还是可以问问他的 对不对 人工智能是这样 他下着你下不过他 但是 他也很难交流 对 很难用语言来交流 就没法交流 他不会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下在这 可以用这个招数 交流我们手谈 但是你不能直接去问他 对 但是他为什么要 一开始挂 那他为什么不走 这个你 他没有人 只能去领悟 对 只能是说你自己去 自己琢磨去 猜测这件事情 就一直在猜 这个是我认为 他为什么 有可能跟这些变化 是有一点关系 有一点关系 跟争子有点关系 就是你现在 我们说一开始 你要能先挂着一下 你在手背 那就有可能会 跟这个头有关系 但你看现在 你从人工智能那 你得不到答案 因为你一挂 他肯定是脱纤 你有小梦 他肯定是在那边挂你 反挂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 你是拿不到答案的 所以你这个就是 很多东西 只能靠我们人去猜测 就是说人工智能 现在是超过人类几手了 但是他 他的招法 你只能靠我们 去自己猜测 就没有 他是不会来告诉我们 他为什么这么想 他不会来教我们 真实的答案 还得靠自己去寻找 是 这是一个 现在一个 时代的一个 一个特色 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这以前我们 如果是真的有一个 决定高手的话 他你真的 老去问他 他也有可能会说两句 对 以前这个如果说 有这个师傅的话 就师傅哪怕跟你下的棋很少 但是会告诉你 对对 我就为什么要这么下 对 他肯定是会说一下 还是 但你现在是 没有这个 全靠自己去琢磨了 这个呢 就是一个最复杂的 一个米式飞刀 正常如果往下下下去 大概会下成这样 扳 然后他会扳 再弧 这个先弧也行 然后再指针 这个变化很复杂 对 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非常复杂 之后呢 有有很多种下法 就下到这之后呢 会有很多种下法 对 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 把这个 如果讲 讲开来讲的话 可能这两个小时 都在讲这个变化了 这个变化 首先呢 应该这么说 咱们电视机前的 其友们大致知道一下 有个米式飞刀就行了 但是这个定视啊 我觉得你还是不 就是我们一般的 普通业约号者 不太适合下这个 太复杂 对对对 当然你要是特别喜欢 就想在这地方 那个研究的话 应该还是你能看到 很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 详细的解说 还是比较这个 锻炼计算力的 对对对 反正总之这个变化 是非常复杂 对 实战呢 但是现在的人 现在主要走这个 飞的人非常少 大多数好像长的居多 对 现在长多 从我的理解 那就是应该怕 白旗这个下法 就是原来是会觉得 黑旗是可以一战 但是现在有可能 是觉得白旗还不错 但是这盘旗 让我有点出乎意料 这个许家阳 他率先变招 因为现在基本上 大家都是走长的 这个基本上 把这个定视就是 简化了 简化了 那这个对 但是今天许家阳 突然一下一个变招 而且是在 像你说在本尊面前变招 这个是一件 很有勇气 是一件有点挑衅的 这种 那种味道 以为是吧 对对对 就是看 如果说现在 米玉婷拖 当然许家阳 现在还有机会变 就拖完之后 现在黑旗是不是 也有机会变招 这个如果说 这个顶或者是 那你这个就是 虚晃一枪 应该可能性 不会太大 就是你如果说 你现在再退 这个应该就是说 这两下 你交换是亏的 就是至少黑旗 要先保留一下 以后他有搬了跨 有飞 有各种可能性 你现在直接把这个 可能性全给走掉了 就为什么大家 一拖 你不走 就是你再走 就亏了 你不如单长 你要不就是 最强硬的搬下去 直接搬下去 这个就是 大家就是一战了 这个就这个意思 你如果不走 这个地方 他还有被白旗 这种搬断的可能性 这样不如单长 对 所以说走了飞 别人一拖 这个地方作为 黑旗来说 也是 基本上是 搬下去 去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就是说只要拖 很有可能 就下场米是飞到了 对 应该从理论上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 虽然对 我觉得对很多 咱们旗友来说 这个戏 好像有点太 太细枝末节了 但是对职业棋手来说 就这个一个微小的变化 他 因为就是你 如果跟着硬的话 他是明显亏 他从心情上 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一定会 就他逻辑上 一定要搬下来 要不他就直接长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 是一个职业棋手的 一个惯性 就他这个地方 你看上去 好像没什么太关 关系太大 但是他一定会这么下的 对 但是很神奇 现在敏玉亭 他没有选择 自己最擅长的定式 对 他选择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简明的定式 顶 对 这个应该说是 有点出过我的意料 这个棋 因为现在走飞的人 就非常少了 然后敏玉亭还走这个 顶 那是黑棋 肯定是只有挡的 这个棋 就是相当于 现在长的话 白棋直接冲断 相当于这个地方 白棋少翻一下 这个地方 就是白棋会好很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 关键的一个点 顶的话 应该是要挡住 顶一下挡 这样呢 如果真的下成这样呢 黑棋要比直接长 要比这个图要好 所以为什么这两个 其实都是差了 就差了一个次序的变化 但是谁稍微一退让 都稍微亏了一点点 只能说就亏了一点点 其实从职业棋手 其实主要是亏在 在这个心情上 他这样呢 就是说白棋呢 等于是多爬了一下 一千 你如果这样后走 它是肯定长的 反过来呢 你如果直接长 它是飞 对 都是有一点差别 对 就刚才我们说 这个如果你说 再走呢 也是有一点差别 或者标准型呢 就是这样子 这种型呢 是比较常见的 对 但是反过来 刚才白棋如果那个退让 就相当于白棋爬了班了 不如单飞出来 对不如单飞 或者还有人有跳啊 有这个下法 就说这个地方很 很微妙 很细小 但是呢 这个地方 往往就说 这个地方就是 很多职业棋手一言不合 就大大出丑 对 就在这个地方 但今天这盘棋呢 应该说 米玉亭下法 是一种退让的下法 所以说 这个让我很吃惊 而且你说 这是米是非的 这个应该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在关公竟然还 还退让了 这个棋 这个时候 就我们前面分析 现在米玉亭啊 他形态其实是 还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对 今天他可能更平常心一点 对对对 我猜测啊 这个棋啊 因为对手一飞呢 最近大家都吓得比较少 那对于米玉亭来说 他有可能觉得 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翻棋比赛 对方会有所准备 那他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有一把 虽然是自己最擅长的 对的 他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有所准备 对方主动来上的挑战 会不会有什么这个 不知道的一些洗手 是吧 还是要谨慎一些 对 反过来 如果今天不是决赛 我猜测米玉亭就拖上去了 如果说是一盘 咱们说是 不说训练棋 是一盘什么 违甲联赛的一盘 那个对局 不是关键的棋战 那我就拖上来 我看看你有什么招 对 我哪怕输了 我学一盘 是 但他今天这盘棋 这个是在这种场合 决定这个名人头衔 对 有一盘 一盘决定胜负的棋 他这个时候 他就 这个时候就比较关键的时刻 那你应该想一想 我要不要试一下 这个时候就我们说的 会从心情上 会有一定的 这个就是心情上的 微妙的这种变化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盘关键的比赛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对徐阳阳比较重要 就是他能不能过这个坎 就在这个地方 反过来今天 这个名一庭确实 还是比较 紧实 温和一点 比较紧实 心态也还是 可以这么说 心态比较好 我吓得不着急 我还是要从后办法 跟你决定胜负 好 虽然这只是聊聊几步 我们还是读出很多的信息 对 紧接着黑细托先上面挂脚 然后白细也是没有硬 现在反正挂脚 大家都不硬 以前觉得这个双飞燕 非常严厉 非常严厉 现在好像对双飞燕的 这个严厉程度是 期待值是下降了 对 觉得双飞燕也正常 是吧 主要是我们那个时候 学期的时候 基本上给我们的一种感觉 是双飞燕比占一个空脚 还大 就是会有这种 没有人说一定怎么样 但是会有这种的感觉 大家觉得双飞燕非常厉害 但现在就是已经完全变了 就是成为一个普通大厂的感觉 甚至不如普通大厂 就是很多人就 就是电脑上 基本上你挂它 什么时候都不走 基本上都不硬的 就很多时候 所以这个一下子就 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而且它就有的时候 就是在等 有种感觉 就是你在等着你双飞燕的 你不双飞燕 它还不舒服 就这种感觉 好 接下来这里分头 分头 分头的选点也是 其实这一带选点也比较多 对 它分头主要是考虑 跟这边的变化 对 它这个地方呢 是爬完之后呢 黑棋有一个 就是会产生一个变化 就是搬了断这一边 那白棋呢 会也有一个好处啊 比单飞出来有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这么打断 本来如果你单飞的话 你是打断不了黑棋的 但它爬完之后呢 这个地方白棋就明显 多一个打断 多了一个打断 打断这个 这个再爬吗 爬一下 爬一下 长完再长这个 所以呢 这个会是成为一个 比较 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变化 之后呢 其实就看白棋这边的选点了 对 白棋可以先在这边 先准备一手 所以呢 它实在呢 是选择在走在这 总之这边的选点 我印象中是 走在这的也有 对我印象中也是 好像离它近一路 多一些 有 反正就是有这种选点 这个呢 就是 就是近一点的话 这个打断会更严厉一些 但是你往这边 就稍微差一点 在这边呢 打断稍微差一点 但是如果猜过来 那就是效率会更好一点 对 这个一路之差 应该是变化会不太一样 变化会和这个 虽然只是差一路 我觉得后续变化 完全就是两盘起 对对对 是这么回事 这盘起呢 是走在这之后 它因为远离一路 总体来说 现在白棋呢 是选择走在这 走在这 其实态度也挺 其实这种棋 我觉得反而是一种 态度强硬的表示 是 它走在这个 稍微离你远一点的情况下 你反而不肯自己去补 对 就是说你自己是不肯走的 但你不走呢 它既然已经走这 它肯定是就已经 意图很明确了 我就是要把你断出来 没错 你看接下来啊 黑棋 白棋也没有什么过渡了 直接打断 对 这个也没法再过渡了 这只能站出来 它的意图非常明确 作为黑棋来说呢 是有一点 这个地方呢 你一走就 马上就要产 产生一个基站了 对 这个长出来 这个和上一盘啊 昨天 周老师我们在这 看的一盘棋 一直是全局比较平稳 是吧 到最后进入关子阶段 这盘棋 这是很快就进入战斗了 还是按我们 昨天的分析来说的话 我觉得 两个棋手啊 类型还是明显是有区别的 在我看来呢 米玉婷呢 它是属于计算力 非常好 非常快的棋手 它应该属于 栗战型的一个代表 徐家阳呢 我的感觉 它是这个 现在虽然是个上升棋啊 但是它现在的棋风 我觉得 已经是比较明显了 它应该是一个 以后会发展成一个 均衡型的一个 棋手的一个棋风 就是 判断上 应该是它的强项 就是说 它如果说 它觉得 能把握好这个局面 它会走的 判断上是比较准确的 更愿意进入 这个后盘 中后盘 对 就是说 没有说一要一棍子 把你打死 我就是不用那种 特别极端的下巴 反而米一亭 它是如果说 它算轻了 它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米一亭就是这种棋风 所以两个人 会在一些 分歧点上 选择性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米一亭 从米一亭的角度来说 有可能更期望 把这个棋局 导入这个基站的 这个乱战当中 对 好 黑棋现在要处理 这三个子 还是搬了虎 搬虎是想 先说我问一下 对 正常白棋 是应该要吃一下 这个棋不吃的话 这手棋 搬脚是非常大的 这手棋 很多棋 就是这种棋叫做 看上去很小 棋子非常大 这手棋 而且是一个 关系到双方的根据地 对 而且黑棋一搬进去 黑棋的 这个虎的眼型非常好 所以这手棋呢 基本上是打的话 一般虎基本上都要打 这样呢 黑棋相当于是 这多了一个手 多了一个虎 多了一个子 多了一个子 可能朝外出头啊 这边和战斗起来 就会有帮助 会 是有帮助 比如说跳出来啊 或者包括走在这 会有帮助 这个时候 米一亭也是变招了 下一步棋 下了 他这一招 非常的凶狠啊 看上去 直接顶 直接顶 这个很狠 够狠的 够狠的 他这步棋呢 意图非常明确 就说你如果正常的 走别的 这样黑棋是有可能 这样你走 你只能爬了 所以他现在呢 他一走呢 我先逼迫你在这 走一手 如果你 如果你比如说跳出来 或者你喉出来 他应该是一手棋 就先把这过了 这样你这个虎呢 这个价值就会 就相对来说 变小了一些了 本来我虎完之后 我这个要拐还要先手呢 你如果不沾 如果爬呢 人家就顺着长 也不舒服 所以我先把这个走 这个能把头扳起来 那差很多 这样以后白棋 就是从外面来了 所以这个棋呢 其实是一个 我们一个 一个比较高级的 一个下法 其实应该说 这个就叫适应手 就是先问一下 你是黑棋是先强硬呢 还是先退缩 你总之呢 投石问路 投石问路 对就是投石问路 这个是一个 比较高级的一个下法 但这部棋在我印象中 是比较少见的 以前我没太见着过 就这部棋应该说 呃 我们说前面是 许家阳是有备而来 这个棋我看 主动这么下的话 就包括明玉婷 这么下的话 这个下法 它挺连贯的 我猜测 它应该是有所准 这个地方 它是平时有所研究的 对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棋玉婷也是 可以这么说 有大招在等着 西下阳 因为这个形状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 像这种顶啊 我觉得可能 也许是在实战 或者是平时训练当中 棋玉婷 当时看到过 这样的招法 或者自己呢 有所 呃 这个感受 是吧 有心得 嗯 好 我们看 黑棋也是考验啊 啊 黑棋是 还是强硬的拐下来了 其实强硬拐下来了 拐下来呢 这个拐下来之后 那这个扳就 极大了 极大了 对 这个时候 白棋呢 正常来说啊 一般会想着 还要往这边走 嗯 但是呢 这盘棋呢 米一婷就是 相当于是 我们刚才说 这个它是一种 投石问路 嗯 然后我再打回来 周老师 现在如果不打 有没有这种 扳的强硬的 扳的 它应该是 就是这样拐出来 它就这样爬 这个就是 要看爬到多少 它应该是 要扳这一下 嗯 这样子可能就是一个 对杀 我再爬一下吧 我再爬一下 这还是 还是要长 嗯 这样它要扳 这样你这个 脚上是死的 它大概是 这一般里边 已经不能做活了 那样子就是 形成一个对杀 对 看起来 这样它一会儿 还会爬 嗯 其实挺复杂的 作为我来说 我是不敢下这个 是下这个 就是 就是 这个两个下方 我说是啊 一个顶 一个拐窝 都作为我来说 我没有研究过的话 我是像这种 关键的棋局 我是不敢往下走的 算错一步 但是对手一顶 也必须要 你要这个做决断 反正这个时候 就是你 如果你平时没有说 在这地方 进行过研究的话 你这个棋说实 你是 当时要花时间 去计算的 我反正正常来说 你不花个一个小时 你挺难算轻的 这么长时间啊 那你不是 这种地方 你不能错 你错一步就坏了 这个盘 这个太关键了 是吧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棋呢 咱们这么说 如果黑棋 不能有效的 把这个地方 解决掉的话 白棋就外面 等于是 走了一条外势 然后你里头 还解决不了 它的话 那这个你损失 太惨重了 反过来 那黑棋 就是如果说 是把它吃了 那这个你还要 还要看这个 你是不是 那个收器吃啊 还要看外面的情况 这个东西 对白棋来说 也挺那个什么的 所以这种棋 双刃剑 双方其实都是 不容有失 绝对不容有失 所以现在 黑棋拐的时候 白棋就脱鲜了 对 应该说 这种地方 应该说 平时两个人 还是有一定研究 有研究 现在打吃过来 打吃过来 那么这两招 顶一下便宜吗 周老师 顶重了 把它顶重了 主要是把它顶重 对 你如果本来这样 比如这样的话 黑棋 我们先说 它一个是跳出来 还有这种穿出来 总之这样 你再走 它有可能就脱鲜了 比如我们穿一个 这个比较简明一点 这个下法 我是见过的 这样的话 就把这三个子看轻 看轻了 这样它扳虎一下 也有对这边加强一些 本来这样死的话 这边会差一点 那白棋 通过这一顶和管的交换 你这样再不走 它这样就 一手其实把你吃掉了 把你扳过来了 那这个效率很高 对 这个地方应该是 还是很复杂的 白棋还有退的可能性 但退了 黑棋拐过来 白棋也不太好使劲 总之这个白棋 最好是一手扳过来 扳过来 黑棋基本上也没棋下了 你断的话 它就断也不行 你这夹就死了 你只能拐 如果一扳 那个黑棋就只能拐 这个就是要看 还要算爬多少下 这个 这大棋 就是你如果没有研究 你棋也得算一阵了 所以这盘棋 从一开始 就感觉这盘棋 双方都下的比较凶险 总之这个棋 谁下 其实也是拼胆量的时候了 黑棋跳一个 应该说是 应该说是一个 还是比较有个针对性的下法 这个不棋 棋形的角度 应该是扳在这 这样这两手棋损的最大 这样你这两手 木树损的也多 然后这边对黑棋也没什么用力 但是跳在这里 可能是要对这两个白子 施加更大的压力 对 这个就是我说他这个跳 大概就是这个意图 那这样呢 反过来以后白棋这个长呢 黑棋的棋形没有搬在这好 所以说他实战是觉得 对这边更重要一些 从棋形的角度 应该是搬在这 但搬在这 他大概是会跟这边有关联的下方 对 实战呢 白棋是下的比较简单了 他就小飞 黑棋也是 黑棋是走了一个虎的形状 然后白棋提 这一提刚好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啊 这个靠上去 也是棋形的所在 是 这个地方 这个提其实是很大的 如果说 假设说啊 这个棋在 比如说我们简单的 就尝一尝 这个他也要死 就以后如果说黑棋能做活的时候 补在这的话 对白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个脚上是没有近活 就能 没活是吧 对 如果至少是个打结 一般一扑在这 就是个打结 所以这个棋看上去挺小 也是很大的一手棋 另外他提完之后呢 这个棋 这个是一个绝好的一个形状 这个等于下不一拐 是有个倒包的形状 白棋这个棋是 跟这不飞是相关联的一个下方 好 搬起来 搬起来 白棋拐 转上 这样再送着户过来 应该说这个地方两个人是最终还是妥协了 妥协了 对 并没有我们这个 本来预料之中 窗帮要大打出手了 对对对 就是好像要要这个地方要兼胜负那感觉 最终是两个人妥协了 虚晃了几枪之后 是吧 这样达成了一个协议 这个连搬是好棋 这个地方也很多棋友啊 一定要注意 连搬一个是一个手筋 虽然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关系 但是给它留了一个断的这个鱼味 如果说你说这个棋 这个不是白送一个白送死了吗 如果说 对单粘 这样呢 黑棋是肯定是传回来的 这个棋型要比刚才那个棋型要厚很多 黑棋没有借用了 对这个一定很多棋子是你要送给他吃一下 就像我们说不能被对方空蹄 对 你要宁可你再尝一个 让他吃两个也比空蹄强 就跟这个是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种地方呢 看上去很微小 但是如果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棋友 如果你都掌握了 你这个至少能掌两个段 这个很 其实是一个 这个比较诱人啊 很关键的一个 周老师这里有没有说我打吃了以后再打吃下来 有 如果你现在打下来 那就要看计算了 这个棋现在是应该是不太行 沉上 比如说啊 我就虎一个吧 嗯 我有可能这棋应该是立一个好 立完这么断 哦 或者这也行 我就虎掉也没关系 这个棋它应该是怕它断上去 这一段很严厉 对 白棋可能还是担心有这一段 所以也没有打下来啊 对 这个断呢 如果没这个断是可以考虑的 但有这个断 它应该是没有成了钻 对 另外长出来这个两个子气很紧 所以最好的下巴这个时候确实是连扳一下 它给它留一个鱼味 然后呢 这样呢 你把这个断点也补住了 接着黑棋长 其实这个长是一个关键点 这个长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 虽然黑棋这边是安全的度过了 但是白棋抢到这个长的好点呢 就是白棋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就当初呢 从黑棋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想搬的 因为这个棋型呢 就是就算轮到黑棋走 恐怕也是得虎一个是本手 所以这部棋呢 就没什么价值上 其实是挺小的 但是可能如果当初是搬在这个位置的话 这边是 这里有可能白棋会打下来 不 应该就不会 就不会下成这样了 它有可能 另外一种下巴 对 它有可能不会下飞了 它有可能下 就是下的更强硬一点的下巴 就不会下成这个图形了 这边呢黑棋能够顺利的这个连边带空的连回家 是吧 可能也是有赖于跳 对 但是白棋呢 白棋为什么这边选择了一个妥协的下巴 他就是想抢这个长 这个这个长确实是一个很诱人的一个一个点 双方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军事啊 就是这种棋呢 就是说双方都有所保留 有所退让 但是也都抢到了各自的一些好点 各有所得 这又就是我们说达到了一个平衡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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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步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两个人都不肯退让 那就不就不可能达成这种平衡的局面 对 就比如说刚才你看这个地方 如果白棋靠黑棋 这个态度很强硬 黑棋态度很强硬 就白棋如果说我要搬上去 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了 那就是直接就是没得谈了 没得谈了 这时候白棋退让了一下 那黑棋呢 跳出来这也是一种其实跳出来也是一种退让的态度 如果他扳的话 那这边白棋肯定是要下的非常强硬 因为这个好点被你占了 我这边就要强一点 你跳了呢 确实对我的压力有了 但我这边我可以缓和一下 然后我再抢到这个好点 这种的棋形 整个棋局的流程 就双方 总体是达到了一个均衡的一个点 是的 黑棋直战是飞出来 飞出来也是速度比较快 然后呢 这边他应该 这个有冲断吗 有 有这个味道 有这个风险是吧 有这个 走在这的话 我猜测他应该是 如果挡的话 白棋这个断还是很厉害的 我猜测他应该是准备了 这个斑这个下 先斑 如果你粘呢 他就挡回去了 这个呢 就是作为白棋来说 他斑的时候呢 粘呢 没有用 应该是会想着 这个叫做断 这样黑棋再顺着打 这个相当于是 我们说的是一个步调 走 再一提 就出来了 这样和这两个剑合 就是黑棋呢 应该是准备了这个斑 所以暂时不怕 现在白棋脱鲜 点在上面 这一点 这一点也是天外非鲜 对啊 点在这里 我们刚才说 周老师给我们介绍 这个针对上面的 二肩跳手脚 有这种 如果这边有子的话 有靠 实际上可能还有 这种点在这里 点在这里 都有 但是直接点在 这个高木的位置 这个不是针对他脚 还是比较少见 对 这个点在这儿 他肯定不是针对这个脚 没错 这个就是有点 这个 这个有这个什么说 相装舞剑 意在配工 这个点是瞄到这边 不是看那边 对 所以这个高手 你得看出他的这个意图来 他总是有点声东击西的 这个味道在里面 就你至少你得看出来 他不是在那 在那舞这边的剑 跟那边没关系 就是正常你要挡这两个大笋 这两个下大笋 脚上是大笋 但是黑白骑是 接下来有别的招法吧 这个 简单一点 就看 他应该是瞄着这样 就是爬大概也可以 但是简单一点 就是说立一个 立 这样呢 白骑 黑骑正常是要拐 可以断上去 首先引针引到了 就是其实 其实说白 就是起到一个引针的效果 就是在引针呢 你如果这样 他就蒸死了 他有了这个 就蒸不死 蒸不掉了 蒸不掉的话 蒸不掉 你只能长 只能长 长的话这样 白骑压一下 压一下 压的时候 你就基本上不能走了 如果搬 他这边一加 对 要出奇了 对 你带团 这样呢 白骑是有这种 弃子的可能性 像这样 这个呢 白骑呢 是 虽然看上去 我们说是死了三个子 但是其实白骑这一下 这条臂就全走过来了 这是一个下法 至少是 如果还有呢 就是白骑爬出来 大概也是可以考虑的 爬的话 也起到引针的效果了 他应该是准备了两个下法 我觉得 这样他也是有一个段 如果爬呢 这一段也很严厉 对对 这个也是跟蒸的有关系 如果没这个是 没这个是肯定是不行 就是有这个针子 这样白骑是变得比较复杂了 这样如果他粘的话 再长啊什么的 这个应该是挺复杂的 一个下法 简单一点就是 白骑刚才立一个 是比较简秘的 所以这一点呢 一定是和这个子是联动的 是要出动这颗 三路这颗子的 对 所以现在曲家阳呢 也是认为 这个动这个子啊 比脚上重要 对 他是选择的 现在他一点 你只要敢挡 他肯定是要动这边的 只是我们说的是 立和爬 这两个图 他选一个 嗯 刚才我觉得 立和就挺简秘的 包一圈 这个就是刚开局 现在大家都是比较喜欢外侧 那么包一圈还是挺满意的 好 贴下来 既然不守脚嘛 那么黑白骑 当然是要取得脚步实地了 对 尤其是立和 这个冲下去冲脚也很大 冲下去还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实地上哈 黑棋爬过 但是黑棋也还好啊 黑棋倒是 你冲来这个 他刚才不在这 倒是吓得还挺巧妙的 这样他从这边爬回去了 但不管怎么说 白棋还是算给冲 把这个脚给冲 有所得 是吧 在这一代处理的时候 这个选点还是比较巧妙的 嗯 然后紧接着这一代定型 他是顶了扳 这一般是不是也一个 也是考验一下 还是瞄着这边的气的温度 但是对黑棋来说 实在是没有心情粘吧 黑棋肯定不会粘 必须要糊起来 对 黑棋肯定是粘是不会粘 因为呢 这边只是说 它气上是有点紧 但是重启 有没有棋还是出出一看 这毕竟黑棋这也走了好几个字 出棋的可能性不会 对 这一虎还是必争之点 对 就是能撑住 还是要撑住这一下 现在白棋立 立一个 立也是适应手 适应手 黑棋拐住 拐住 然后再打吃 再长 这样子的话 黑棋局部呢 气是比较紧的 这个因为可以看 这出是这样的 这一走 你还能看一趟 加一下 这个地方 如果被人一拐 就全收紧了 所以这个地方 是马上是 这个 很效命的 所以必须要飞出来 这种地方 如果说被别人 这个拐头 这个拐住 这种骑行 被人家收回去 这一个头 应该我觉得是 值至少30亩 相当于拔花了 是吧 太大了 这个是绝对不能 把它封进去的 而且这个飞出来 可以看到 对这一船白子 还是有威胁的 对对对对 另外它飞出来 对这边有威胁 然后目数也不用说了 这刚才分不住 这全是白棋 这是逼争的 极锁 对 这是逼争的 白棋是 踢过来 白棋下的 其实是我个人觉得 它下的还是比较 怎么说呢 你要说好听一点 就是很积极 要是说比较隐晦 说下的很撑的 这棋 很撑 就这边也给人家要了 然后这边也是要走着 然后这个你看他尝完 这个他这两个子 看样子他也是要要的 这个下发 不会轻易的放弃的 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棋 他这个地方 黑棋确实吃这两个子 不是太好吃 他这个一加呢 就是你什么吃我这两个 我一加你 你如果搬呢 我是这两个子不会要的 所以你这个正常飞 我这是能跳出来的 对 所以他这个地方 不是太好吃这两个子 立了三个子不太好 不太好吃 你跳到这地 因为他家是先手 他可以跳出来 对 如果是点在这里 将来可以靠出来 对是 就看上去这个地方 好像挺白棋 这两个子挺危险的 看上去比较薄 但是不太 还拿不住啊 对 这个就是我们说 就是像米玉婷这种 他这种计算型的棋手 他是 他就算你拿不住我 我就看上去 我好像你子挺多的 但是你拿不住他 你就没招 就是这 像他这样把自己的子像 发挥到最大 对对对 接下来是飞 飞 飞是比较容易想的 但是白棋加下来 确实黑棋没什么办法 断 断一手 断一个 好一点 比搬在这儿要好一点 为什么呢 搬在这儿 以后你再吃呢 白棋是有一定可能性会打的 他断了 这个你不走 至少我以后 我可以先爬一下 那我如果也吃呢 你也吃 他就会好一些 就是好在什么地方呢 以后呢 这个棋啊 白棋是有可能会要利用这个力的 但是呢 你说你什么时候走呢 你这下 万一你下到棺子的时候 你又爬不到这一下 所以呢 你一定要先断 他要这样 他一走呢 那就是 我就已经知道 我已经打着了 但你不走呢 以后我收棺 我肯定是爬掉的 所以这个地方 比较巧妙 比较很 就是说你说 这个地方差多少啊 木啊 是差不了多少的 但是还是 就是说这个段 比搬在这儿 这个一段 就是职业手法 是吧 就是 你说差 差什么地方啊 就是差这一下 你说差多少呢 也 也说不清楚 这个地方 但是明显 断的比这个可能性要好 就是很明显 还是叫经济求精 许家阳看来状态不错呀 没有 没有打 没有打 他是直接跳出去 这个不能说 状态不错 这个 这个基本上 对他们这种级别的选手来说 这个 这属于基本功 对 这是必须的 这个 这个 要是没下出来 属于状态不好 对 如果是没下出来 那是状态是 那现在是 非常非常不好 正常发挥啊 对 这问题就是说 如果他独秒的时候 都没下出来 都是已经是状态 非常非常不好了 是冲 冲了外 他现在 没有 他是靠了一下 上面是打姜 像是 这个棋 应该没这么快 他这个地方还拐了一下 这个题 他是之前先拐掉 这个那多半 他是跳之前 跳之前先拐 拐 这个看来 那要这么说是 独秒了 这个 从这个下法上看 不像啊 像米于亭 这个骆子这么 下棋比较快的棋手啊 不像是要独秒啊 但是这两步棋 下的就是有点像独秒 对对对 就说这两步棋啊 首先是明显是损结材了 对 这个都是结材啊 包括这靠也肯定是结材啊 这个地方他不走 这直接打过去 这现在七十多手 就独秒了吗 他这个靠 我觉得到还 还没什么问题 但这拐 我觉得是 是一个 他现在是先拐 先拐之后 拐一个有可能 下不好会成为败招 这个 我这个话 先给大家留在这啊 这个地方 你下不好以后 会成为败招 真的吗 首先你损了一个大结材 另外一个 以后有可能会跟官子有关系 当然现在你不用想那么早 想那么久 这么有深远的联系啊 这个地方啊 我想给大家这样这么说 这个走完之后呢 你拐一个 你这次以后有可能是有撞起的可能性 这个地方呢 你打走 白棋扳的时候 黑棋是这个棋啊 是要补在这的 因为走在这呢 它是一度 是打结了 所以你要吃在这 吃在这的话 以后这个地方 如果没这个 有了这个杂 这个地方是不用受气的 没这个子 这就有可能收气了 将来这边紧着气也会有铺 对 马上就可以铺 马上就铺了 这有可能就差两步棋了 就是 差不少 这一拐有可能就差两步棋 这个地方 而且它 我们还说了 它有可能损了一个大结材 对 损了很多种可能性 就是说这种棋 按我们的逻辑来说 它这个棋啊 它如果没读秒 它是不应该走的 就是我只有说 逻辑上 就是你赌秒了 我为了争取一次时间 这个地方我想不清 我要这么想一下 这里是本应该保留的 对 那你走的话 你应该有原因 是吧 对 就是原因就是应该是赌秒了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两个棋手 尤其米玉婷 应该下棋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现在才70 这个这招68手 不像是赌秒的节奏 对 但是你这个 你 在下这边 你走这边 没有什么 没什么意义啊 这个地方 很难解释 现在突然拐一手 是什么意思 对 但这么下 外面有关系吗 外面 你外面有关系 是你在拐也来得及 就是说你是那个 因为这个地方 它靠完之后 这拐肯定是先手 所以它这个拐呢 我们就是先给大家 这个 我这么放一句话在这 这搞不好 以后又成为一个败招 因为两目棋 有可能最后就差别 那很大的两目棋 一目棋都很大 别说两目棋了 好 它是先拐 然后跳 然后别人冲 挖的时候 挖的时候 这真的很像打架 对 就像这种棋 突然莫名其妙 这边 往走到这边来了 这个跟这边没关系 也不是在找结材 这个真的是说不出来 这个 没有 我们现在没有在现场 看到他们的用事 对 所以不太清楚 如果盖去名字的话 不知道是敏玉婷的话 这样的棋 很像是打架 对 这个棋 就是说 你无论是谁下 就是说像我们这种 职业棋手看 它这个突然走别的地方 那只能说 它打架的可能性非常大 当然有些棋友 有可能说 对手别看不见 我都吃一块 那是 那是应该在职业棋手 这里头不太容易出现的 所以它这种下法 又损结材 还有损了别的可能性 实在是打架 暂时我们是看 很难找到 为它找出原因 对对对 你再往后看一看 说不定会不会有 有别的答案 对对对 就正常角度来说 你一听也应该不会读秒 就这个原因 我们还是不太清楚 嗯 还在 吃在这里 吃在这里 那当时白棋呢 没有打吃也是有道理的 还是保留了力的先手 对 如果刚才如果打 如果你刚才这花手 这黑棋就不用花这一手棋了 对 现在呢 它一吃 你现在白棋也不能打在这儿啊 这打这儿等于是已经 黑棋已经主度了 那黑棋把它吃了 然后另外 它现在打在这儿 也是下得非常的小巧 这个地方 很多棋有注意 它不是打在这儿 它是打在这儿 下得很小巧 嗯 因为打在这儿呢 也是白棋不会吃在这儿 白棋要补在这儿 它好处在什么地方 它打在这儿之后呢 以后黑棋再一爬 它这个地方是留了一个 火棋的可能性 嗯 然后反过来白棋打呢 不一定能打得着 不是绝对先手 不是绝对先手 因为你打的话 它本来就是起的主度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吃在这儿 下得很巧巧的 双方在这里 还是下得比较细腻的 下得很细腻 嗯 它是糊了 糊在外面 然后白棋 黑棋爬 好 嗯 换一个 好 现在呢 黑棋是保留了一个局部立个活棋的手段 对 就是白棋如果想整体吃黑棋的话 一定就是想整个吃黑棋的话 只能要先吃这一下 先吃这一下呢 黑棋是有可能脱鲜的 当然这个棋也不能说小 棋过来至少是十 十木朝上了 这个棋也确实很大 就白棋呢 但不管怎么说 黑棋呢 是留了一个后路了 如果吃在这儿 那白棋肯定是这儿就永远都不用走了 直接开吃了 就外面 所以这个地方呢 黑棋吃在这儿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就拐一下 反 这里黑棋先手交换两招 拖鲜 这一并 也是对上面白棋发起进攻 上面白棋确实是一只好像欠了一手棋 对 白棋上面 肯定是应该 应该是正常是应该要多走一手 是 前面周老师说的白棋下的比较满 是吧 下的比较撑 对 这个是米尼婷的 我觉得是他的风格 他的棋确实是 有的地方是比较撑的 比较追求效率 比较追求效率 对 这个棋 确实是黑棋 要这边要攻击一下白棋 但反过来这边黑棋啊 也确实是有点薄的 当然他确实这个地方稍微好一点 留了一个 不管 虽然这个猴一个 活起来 我们说这种棋啊 是还是很委屈的 相当于你 这个时候外面走一手棋 怎么也得有个十木二十木的价值 这一猴可能也就两木 是吧 两木 应该 应该从棺子角度也就是两木棋 对 这就现在你收了一个先手一木嘛 先手一木换算的话 就是后手两木 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小的 但是毕竟是留了一个后路啊 对 还是留了一个后路 好 现在黑棋 黑棋一并 对白棋发起进攻 白棋也是 先按了一下 先加了 这是白棋的权利 也是先问问应手啊 这是白棋权利 从道理上 你应该都可以不走 这个 总之这种棋呢 至少是浪费了一个大劫财 嗯 这种棋什么时候走最好呢 就是找劫的时候走一下 是最好的 对 又便宜个劫财 又问一下你的那个下法 这劫财也很重要 我们又说说劫财也是木数 那对啊 因为你这个劫财多的时候 就很多 在接下来很多情况 如果说一旦有开劫的可能性 那么对手有可能是会屈服 是 所以说这种棋 反正总之这棋 非常像独秒 非常像独秒下的棋 但应该这两个人 我觉得总体来说 应该是米玉亭下棋的速度更快一些 但反过来 徐佳阳呢 在这个 我们说他拿 今年拿了两个亚军啊 都是会计比赛 所以说他这个 应该说 从照理上 应该是下棋 也应该是比较快的 也是应该是快棋高手 对 但这个名人赛 据我的了解 双方就是 每方是两个小时的时间 比以前 我那个时候下名人赛的时候 要快很多了 我们那时候是三个小时 所以 省了一个 快了一个小时 这还是 对棋手的思路上 还是影响很大的 不过现在棋手 总的来说 都是速度比较快 是 所以说这个棋 不仅这个棋的用时变快了 你看 盘数也变少了 周老师那时候下市 应该是五番胜 五番棋 对对对 他们这是三番棋 三番棋了 然后如果是三小时 他们这个时候 肯定不会读苗 所以说这个棋 两个小时 是有一定可能性 是有一番棋 我觉得我不太相信 这么快就进入读苗 好 现在是搬了二路 搬了一下 去搬 那接下来 又拖先了 拖先 他应该正常 是很想唬一下的 但是现在是唬不着了 唬 就是他 如果能交换成这样 那就你这不是攻击 我就是全跑出去 现在呢 他应该是黑鸡 肯定就飞下来了 这个脚上是只有斑是吧 没有 这个地方你还隔着好多 币也行 粘也行 那我有拐的可能 没有 拐 拐就是后手了 拐应该是 反正拐我是粘上 我就打了 然后打你就做个结是吧 拐一个我是有点麻 做这个你再断这个是吧 对 好像也没关系 断这个我再吃这 吃在一路 对 我这其实要吃在一路的 这样呢 如果我吃在这里呢 你正好一翻就出去了 我吃在这没关系 这样你吃呢 我粘住 问题不大 你铺呢 我就提 你铺不进来了 铺不进来了 我这个对 带小 对 没关系 那就是你现在拐是 拐一个没问题 所以你 他虎呢 虎的话 黑鸡应该是只能走到外面了 所以说 这个棋啊 作为白棋来说啊 我觉得他 如果能找先搬虎掉 是比较好的 就是不顶 先搬虎 不知道能不能搬虎着 当然那个又回到 刚才很早以前了 你要是搬虎到的话 对这个 质公还是很有帮助 会帮助很大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 因为黑鸡已经病在这里了 对对对 所以你在虎的话 黑鸡是很大概率会飞下来 强攻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要飞下来了 他现在如果吃在这的话 这个这个攻击就基本上没有效果了 对 所以他现在 虎都没有虎了 这个地方 这里现在白棋呢 其实上面已经比较紧急的情况了 但是现在突然有拖鲜 对 白棋是靠上来 靠上来 这步棋是非常的兴奋 这一靠就发现这个后门留的这个重要了 是吧 对对对 黑棋下的还是非常的 应该说黑棋现在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应该是这个靠上来 对这个黑棋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应该是不是 这一靠上来 现在白棋呢 是把上面的自己的姑棋呢 先 呃 搁置一边是吧 先向下方黑棋呢 发起猛攻 对 呃 这个会不会形成一个转换 嗯 还是双方各自安好 是 呃 要不要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 周老师 好 啊 一会儿再回来 多精彩 竟在天原围棋频道 微信号 围棋天原 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 现在棋局呢 也进入一个比较关键的状态啊 对对对 呃 现在是黑白各有一块姑棋 对 但是呢 白棋呢 是先发起了攻击 呃 应该说黑棋先发起了攻击 黑棋先发起攻击 但是白棋呢 应该现在 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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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攻 呃 这就是抢攻了 本来正常白棋应该是 黑棋一边 应该想办法 这边先处理一下啊 但是呢 呃 我们的说法 这个白棋就是简单包扎 两下 搬一个架一下 都进不 然后就脱先了 对 可以说是一个抢攻的姿态 就当做自己已经处理好了 对对对 这个应该是处理的过于简单了 对 然后 当然这个靠一个确实是非常凶狠 局部是 这个要点 是吧 嗯 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凶狠的 嗯 黑棋呢 上一部棋啊 这个搬 断肠呢 是一个本分的下法 嗯 黑棋理论上还有一个 可以有一个 呃 怎么说 另外一种下法 就是 两边呢 分而置之 呃 比如说吃在这儿 这个也应该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一个下法 呃 吃的话 他应该会反打 对 现在黑棋 白棋只能打断了 这样站住 然后黑棋现在在活这个 这样呢 黑棋算这边也活了 这个呢 拔了个子 拔了个子 但拔完子呢 这个棋形呢 应该是还没有活干净 以后白棋这个 应该是点的这儿应该是 还是很厉害的 嗯 白棋呢 有个好处 它就全连住了 对 这样子白棋呢 全部连通之后 呃 只剩下一块 需要置孤的 这个大龙了 对 另外一个以后 它大概 还是很厉害的 可能黑棋会觉得 不太满意 嗯 但这至少是黑的是 一个下法 是 另外白棋有可能 来不及抢攻这边 抢攻这个 我觉得我也反 反攻这边 反正我先把这个 大的先给你活了 再说 是 嗯 这个攻守的时候啊 这个变化选择太多了 对对对 每一种选择就是 另外一条路了 对 和后面的进程 就完全不同 实际上黑棋下的 也是比较强硬的 它是呃 把自己连通的同时 实际上也是 阻断了白棋的 回家的路 对 它就是对白棋 这块龙啊 还是有一定 怎么说呢 还是瞄着它 对 虽然说好像离得 有点遥远啊 但是它不管怎么说 它还是远远的 瞄着它呢 对 还是有理想的 对对对 吃了 然后黑棋 现在黑棋脱先 黑棋是脱先了 对 黑棋因为这里 留一个后门 是吧 留着后路 这边呢 头呢 并没有完全被封进去 嗯 就是它有一个 虎 虎了 再虎出去 对 有这种可能性 不过周老师 如果说黑白棋啊 灭眼的时候 它打吃 黑棋好像也不能硬 是吧 也得跑出去 肯定不能硬了 如果打吃 打吃 提 白棋 如果你还提的话 这一拐 这都是命令型啊 你走 那还轮我一下 这个你肯定死了 这个 这包提在这也死了吗 对 这肯定死了 就吃的时候 它是肯定不能提了 所以从道理上 黑棋现在 正常角度 应该是补一个的 对 是补在哪的问题 是 这么虎了 打出来呢 对 打吃虎出来 还是 但是补在这 是最清楚的 这补在这 最清楚 还有一个补法 是可以贴在这补 这样它这个 描着这边的形状 本手 本手应该是怎么补一下 对 但是因为下面 上面的白棋呢 也有一块棋 没走好 所以现在 黑棋呢 没有自补 是先抢攻 抢攻 这个 这个不叫抢攻了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强硬的态度了 我这边是很 有可能会很苦 那我也不管了 我先把你这边 你这边的脱了一手先 我先把你这边 这个我走一手 一图已经很明确 你这 你上面就死了 意思是说 这一照就已经 这个就死了 就是如果说 你白棋油 这还能再活出来 那黑棋基本上 是可以 意思是说 我这个不是攻 我这是吃棋 对 这个就是 我把这边先吃了 这边 然后看你 这边 我大致出出一算 你吃不掉我就行 这个高手真是 世界还是 我们不太通 这个如果说 它飞完 这边被别人 这个你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该白棋下 这边应该是非常苦的 你这边如果说 被他供安 你再苦活 然后白棋这边再活 那黑棋就什么都没走到 黑棋的这个态度是比较明确的 吃齐 吃齐 那么 那黑棋虽然态度表明吃齐 但是看白棋同不同意 白棋下的还是也是很厚重 现在它是先拐了一个 拐一个是一个非常厚实的一部棋型 从正常的角度来说 这个棋 白棋 无论是提 还是吃 它都是有可能会想的地方 但这个地方 黑棋 就是我当初说 它补的话 它补在这 是比较保守的补法 是本身 它确实有贴 这是补的心情 补在这里 这里是有眼味吗 它不是有眼味 它是这样 本身是肯定有眼味 我正常 我一虎 一顶 就一个先手眼 对 当然你说虎 有可能虎不着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如果都走着的话 这个地方我就已经 我肯定回来这 比回来这要强一些 我这贴 我这长了一模 而且对你这个 你如果拐的话 对我这也差 最主要是贴完之后 这个地方 黑棋不一定是这么简单的顶 它有这个袜的可能性 然后这个袜更严厉 对 这个袜是一个 比较严厉的一个手筋 这一袜 有可能是要出点事了 对 你如果说 你吃吗 我肯定尝 对 如果从外面打 你外面打 那我比这个顶 你好像知道的 应该是 知道两个断点 就应该已经出事了 这棋 你已经不能兼顾了 两边 这个段和这个跑 你是不能兼顾了 那这个贴还是厉害 贴是 贴的话 白棋本手应该是要提在这的 如果提在这的话 黑棋是不是已经活了 所以说 黑棋走这个之前 贴在这我认为是一步 先交换一手 先问他一下 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个棋 我觉得 他踢在这 是一步本手 他可以考虑 如果有袜的话 这个 这个后续手段 还是比较严厉的 反过来 白棋说 我说我踢在这 怕落后手 那我有可能 你说我要顶一个 不是就肯定是先生吗 这也灭眼 但这样交换一下 就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这个以后就有可能 就外面一点 这个点就有可能成为 黑棋的权利 你怎么占 我这白多一个字 这个就差太多了 所以说我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它这个飞呢 气势上很足 但是如果说从一个 再仔细推敲一下 精益求精的话 先贴一手 先贴又可能会更好一些 有道理 这样子黑棋自己的处境 会更好 更安全一些 而且我贴看上去很本分 但是其实我还是有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下一手棋 我这个挖一个 还是非常凶端的 这个一贴就比较提前功力了 对 所以说 我还是比较推荐走这个贴 先贴一手 飞 所以说这时候米玉亭呢 他现在拐一个是一个 非常厚实的一个下马 有可能是一步好期 几乎 起的权利 当然 接下来就做活 从飞机的角度倒是 也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就是这块活了 然后那边呢 能把你真的吃掉 对 就是就把你吃了 就把你吃了 那黑棋收获还是 至少是按照他的意图 相当满意的 按照他的意图在推进 可以这么理解 按照他的意图在推进 看看白棋在上面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其实 抗 这里呢 白棋肯定是不能让你 那么轻松的 就 全部拿下 对 白棋是要制造一些混乱 抗一个就是 想便宜一下吧 普通容易想到是尖 但是尖的那个 对 它飞住了 先的话 如果说没有 没有充断 对 如果没有后续手动的话 很有可能损在里面 对 靠呢 靠的一图就是说 便宜点 就是搞点便宜 对 那棋呢 也是下的很冷静 就直接顶顶断了 白棋也是 这部棋也是下的 非常的巧妙 是 这个应该叫什么 大 大身腿 大身腿 对 这个棋倒是很好理解 如果是虎呢 它应该是算到 黑棋可以飞在这吃 这样的白棋 我们说它扳着一下 也没有用 这个棋型是活不了的 所以它大身腿呢 这个棋呢 就是说本来虎呢 你如果走在这里呢 它确实这一加 你这个味道 确实会比较 就算你能立下来 但味道也不如飞一个号 所以它大身腿呢 是比较期待你靠的 一靠 我再一虎 这就 就跟 就还原了 所以它大身腿是一个 一个 巧手吧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黑棋呢 下一步也应该是 比靠一个要好 它是飞点 飞点也是比 确实是一个 比靠一个好 对 这样子就 形成了转换是吧 反正黑棋是达到目的了 把那个 我跟他说 它把这个上面给吃掉了 对 白棋呢 在外围 便宜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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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如果能收到气是最好 但是收气的可能性 现在不大 白棋是冲过来 把这个冲了 对 对 这样一冲 白棋也是有所得 这里 对 这个是 这一冲过来 这个 初初的一看 这二十几目 是肯定有了 黑棋又花了一首棋 搬一个也很大 这个棋搬一个也很大 这个搬 搬挺大 这个棋啊 你不走啊 白棋应该是会跳过来 这样它以后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收气的 可能 那相当于 黑棋飞了之后 又花了一首棋补了 对 它首先 它飞完之后 它首先把它吃了嘛 本来你是 以后能吃不掉它的 白棋会跑掉 它吃掉它 然后呢 它现在这个班呢 这首棋确实也大 这个班呢 是起掉 让白棋这边 没有收气的可能性 所以说 这部棋也非常大 本身价值不小 对 但是现在 现在这个局面是这样的 大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对 现在我觉得白棋 现在抢到这部拆 是在太大了 对 就是说 大的地方太多了 这个地方就是 也是有点选择困难 困难了 这个地方 这个班显然 预见是很大的 但这个拆呢 也很大 这两部 不能两全啊 很可惜 就包括这冲也很大 这个当然它 这个冲也挺大的 那刚才当然 这个飞吃也很大 所以是这个时候 基本上每一步棋 都很大 这个时候 那么其实周老师 现在也是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以后 形成一个大转换 是吧 白棋呢 吃掉了一个尾巴 对 黑棋呢 是把上面呢 基本上吃的是 应该说很扎实了吧 尤其加上这个班 肯定是吃得很扎实了 那现在 整个算下来 盘点一下 您觉得现在形势如何 那我们 那就大致要判断一下了 要再判断一下了 那我们初初的判断一下 好 现在 其实这个棋啊 挺好判断的啊 这个棋 首先这个是五木棋 这个也是五木棋 这个基本上两个 可以抵消了 对 其实说白了 这两个呢 一人一手棋 大概现在相对来说 就算也算可以抵消了 其实就看这块和这块比了 对 这个还是转换之后 看谁收获更大 对 现在唯一啊 如果这盘棋 白棋 这个白棋最后输半木棋 或者输以木半 这个拐 有可能我说的 就成为白招了 现在现在这个棋啊 白棋以后一般 它是一吃 这地方是不用收气的 现在看起来 这一拐就很心疼啊 不是一般的心疼 超级心疼 我跟你说 这个棋这个拐 是有这个败招的可能性的 我们先判断一下 这个扮成这样 这个地方是不用收起 以后黑棋打了粘 吃它粘 这个地方没事的 这是 这是八木棋 十十二 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 十七 二十一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六 三七 三十八 四十八 四九 五十五一 五十二 这个五三 五十四 五十四吧 这个反我算了两木棋 大约五十五 应该这边 右上角 加到这 然后当然这块不算 五十四五十五 这个地方呢 白棋呢 这边我们也是 也不小啊 对 这个地方不太好算 因为这个地方没定型 但我们可以先算 它容易能想到的 确实的木棋 这个地方 假如说这个角先算白棋的 这个到这 十八木 十九 二十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九 三十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四 四十四 四十五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到这 四十八 这块没算 四十八 五十五 那加上 白棋加上贴木的话 也有五十五 还是一个军事 也是吧 但是呢 白棋呢 是这地方是没算 黑棋这块没算 然后呢 这两个字啊 应该按我的理解啊 谁更好一点 虽然都是一手棋 但是毕竟是白棋 现在的角 大概是白棋 要稍微有力一点 整个算下来 是吗 就是说这两个事 交换的 应该还是白棋 稍微有力一点 有可能是白棋 我觉得 如果我选择的话 我喜欢白棋 然后呢 这地方 没算他 但是白棋啊 这地方空间更小一点 应该从道理上 比这更容易成实地 那么这么算下来 我们现在大概心里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 总的来说呢 棋局呢 没有拉开 很大的差距 但是白棋可能 更好掌握一些 更好掌握一些 对 白棋更厚实一些 然后他的 他的模样更小一点 更小一点 也围的有可能更扎 所以黑棋如果 这个盘棋啊 想要取得胜利 一个呢 你是争取自己 比白棋围的大 是吧 或者说把他这个破的 更多一些 但好在黑棋现在是 轮到黑棋下了 徐家阳要想想办法了 是 他现在徐家阳的两条路 一个是自己围控 一个是破白棋 对 这个时空 他选择的是 他选择是 直接进来 直接进来 嗯 而且他这个 进来的这个力度 还是很厉害的 直接拖在脚步了 是吧 我们刚才点试 把这个脚 这个他就直接说 这个脚也不是你的 这个确实够狠的 对不起 可见他现在形势 可能也觉得 不是那么乐观哈 这个还是要看算了 这个如果说 这个你就吃不掉 我就是能走进来那 确实也厉害 对 所以最终下围棋 还是最终 还是要比计算 计算是根本 对 你说 你说我这个 怎么 怎么判断 怎么 但是人家吓到最后 说这个不是你的 那个还是我的 这个你就没办法了 这个最终是要靠计算 来决定 就像我们这个 学AI的布局 前面 哪怕前面50首 你都 首先也不见得能背下来 哪怕就都背下来 最后 还是最后一个死活 关子 计算 决定胜负 还其实 沾上 打飞 打飞在这里 这步棋 应该是关键的一步棋 对 接下来就是这个地方 怎么做活 如果简单的 这种飞是不是不太 飞就死了 被一飞 对对对 你就飞就行 肩也可以 这个棋型走什么都可以 现在 如果我要能顶着 是最好的 当然我现在 有可能是顶不着 你如果走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棋型 我再一肩 你长 如果长的话 我再也扎立 这样你就已经死了 对 这个局部不活 外围呢 外边也 外围应该 也很难做出第二个眼 对 但是现在白气 应该也不用猴了 直接飞就 就你说这个直接飞就挺好 因为外面白气太厚了 是是是 所以现在你如果说 按一般的下法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棋局已经产生变化了 因为白气太厚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说我走这个 这都是 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白气一个家 你什么往外面冲 都没有路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是要算 要不能按 一般的下法去想了 对 要下一些非常规的手段了 对 它是点在这里 点在这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应该是最大限度的 扩张自己的这个眼位 如果挡住 挡住它应该是斑 我一斑 这样是能活的 这个棋呢 点不进来 这个就是说 你只要 这个一走 就是防它点 这样你点不进来 这样你正好是 刚好 刚好是 这个子活不了 这个冲就挡住 挡住 你这样 你是死了 你的点是 送死了 送死了 送死那黑气活得不小 对 如果扳呢 它正好这个形状一虎 这个棋形是活棋 你打我就粘住 对 这个棋是活得很干净 所以说呢 你一挡呢 它这就活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规的下法 但是呢 现在应该是实际刚刚好 这样呢 你粘它还能爬下 让你地活了 这个活得还挺大 是 所以搬的时候 所以黑气点的时候呢 白气也要想办法 白气是 白气是搬下来 搬这个 变招了 那么黑气一加 黑气加 哎 黑气也下的很巧妙 白气挤 挤一个也是很强硬 正常来说 这个棋形是粘上 粘上的话 黑气应该是不会过的 如果过的话 这个棋 白气也剪在这边 黑气是危险 对 这样子的话 因为你这是一个后手眼 这个应该也是个后手眼 那还是 这个就很危险了 很难做活 但这样呢 黑气是不会走这儿 黑气应该是会 转身了 转身了 这样转身 它留一个这个锅 比如你再吃我 这回再下 你如果再立下来 我现在转过来 转身过来 这样子黑气呢 等于相当于先手 对 把你中间这块空呢 是破了不少 如果这样下 白气就吃亏了 你就是只吃这点 这黑气 你看外面 连走好几下 这个时候 真这么下 白气千万也不要立了 也得逼在这边 还需要大局一些 当然这样 就黑气又可以度过了 这个是黑气的一个 比较一个得意图 是黑气的一个 理想图 理想图 它想这么走 这个时候呢 明玉亭也是发力了 明玉亭是急 这个也是 应该说这个地方 两个人下的 都是属于非常规下 这个就是命令性的 你必须打过 如果你现在粘的话 粘它 首先它有可能是 还是这么 这样的话 整体 还是整体来吃 你粘 你粘呢 也不 你正常 你是想虎的 但你虎呢 它就打上来了 所以它现在也 基本上 没什么可选择的了 双方都没有 什么退路是吧 这个时候 明玉亭下了一步 应该说是 我觉得还是比较 吃惊的一步棋 正常一点呢 就大概挡住算了 但是呢 明玉亭这时候 下了一步 非常有劲的一步棋 很有气势啊 现在是二路这个应该说 二路这应该怎么叫呢 二路这个 二路逼住 逼住 对 二路逼住 二路逼住 刚才我们说 这个脚上有个半只眼 后手一只眼 对 它这个地方也是争取 让你成为后手一只眼 这个有点凶 凶 它呢 是 你如果肩出来 它就大概是会挡回来 它相当于本来挡呢 它大概是怕人家飞 这样这个已经是个眼了 然后这个地方不走 它马上就有眼 如果你再飞 它这一爬就是一个眼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它如果你要这样 就点住你 你团我肩 这样你是个后手眼 这也是个后手眼 你就已经死了 对吧 这个是一个很凶的一个下法 当然白棋 黑棋现在也没办法 那就是闭着眼 先把这边先冲出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命令型的一个下法 对 这个 米明人是 在跳 这步棋是 反正是够有劲的 这个棋下的 不过周老师 现在我看 白棋这个下法 是准备吃棋吗 有点那个意思 如果吃不掉的话 木树有点灰 对 如果吃不掉的话 如果说黑棋 这两块棋会合了 会合 白棋木树不是 这个损失比较残重吗 那是 你这个会合了 有点太厉害了 这个白棋手艺 他是不能让你会合的 这个 然后呢 只是说他 应该是不让你会合 然后空的你还比较苦 这大概是白棋 是他的一个 对 我猜测 这大概是米玉廷 一个最低的要求 那当然他最高的要求 是要把你吃掉 吃掉感觉 这个任务 虽然这个米玉廷 我们知道力量很大 但是你毕竟你的对手 也不差 是吧 这个还是很复杂的 这个棋应该说 客观点说 这就是一个大型的 发扬软 这一棋 这个太难了 这个其实米玉廷 他是挡住的 白棋刚才挡住 难道觉得形势不好吗 那就是说 他还想再追求一下 就追求效率 就是前面说的 他下的棋 比较喜欢追求效率 这个呢 就是说黑棋 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是黑棋打入白棋 作为黑棋来说 他如果能很安定的活掉 应该他就能接受了 反过来呢 这个黑棋的这边的要求 应该不会太高 白棋呢 确实是说 如果说这么下呢 是一个本分的下 那他也活了 那他还是有点心有不甘啊 所以他才会想这种棋 所以这个 从心情上是有这种 米明人关键时刻 还是手不软啊 对 这个就是 亮剑 对对 这你说的很有道理 这就是手不软 这个要 他要 还是要亮剑 这个地方 但这个就确实是 风险上也是有点大的 对 这个就下出世界冠军的气势了 嗯 飞 他也是 他正常 他应该是就希望你这么走一下 这样的话 他点一下 不用点 先不点吧 对 这个可以保留一下 他有可能这么就倒过来 这个是有一定复杂的 还是有一定复杂的 这个有点 这个 这个反正 是挺复杂 不知道他能不能夹住它 还是飞 这个 这个棋啊 反正是很复杂的 嗯 太复杂了 我是初初算了一个图啊 嗯 这么 搬住 这个 当然我是这算的比较粗啊 这个地方 断吗 对对断吧 它长 这个是我初初的算了一个图 这样好像是把它 这个 是把它封住了 对 这么这么low 这么是把它封住了 吃 啊 就这么 来一个 但是 看上去 我们说这有点像活牛羊头啊 但是效果有可能也也不能说 这个有可能是可以的啊 这个虽然是纽羊头 但是因为白 黑漆是可以提一个子的 对 但是我这个外面好像能 刚好都 撑住是吧 是是是 这样我落完之后再把这个粘回来 刚好撑住 我这个地方不安 鸡也很猛 这个鸡 这个如果打过来 嗯 这个图 把这个粘住 这个图应该白漆不太行 有风险 风险 对不对 这个叫白黑漆 漆太紧了 这一起活了 活了 这活了 因为这个 鸡是先手 然后这 这一爬 这一爬 做活了 这个有可能像你说胜利会失了 胜利会失了 这个图白漆不行 对对对 白漆不行 嗯 虎那就说 简单看是 这么下 是可以考虑的 虎一个就是说 是可以考虑的 这个地方 嗯 如果说不能白漆跳 刚才那样 不知道白漆还能不能 再松松一些了 这个有可能 那他就是 这样 他刚才我们说 这下不要挡 这个 这个还是你按 你那说吧 这个点掉吧 点掉 别 别到时候点不着了 这样就长 这样跑 你再虎这个啊 他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图 这个跑的话 就虎过来 对 但是白漆 这一串 被丢被分 没有 这个你自己也在里头 你自己也在里头 这个应该大概是 米玉亭的一个 初步的一个计算啊 因为这种地方计算太难了 我可以 太复杂了 对 这个我们也只是给大家 先初步的这个摆一个图 对 实战呢 黑漆呢 实战黑漆没有虎 黑漆没有虎 他想步调更快 对 那大概就是怕这个漆 对 他这个白漆就是最强硬的下法 把你封住 黑漆 好像也没有看到 特别好的办法 但是飞过来 飞过来 白漆是直接就断上去了 这个双方是下的是非常的 这个其实真的是有点 这个漆下的是 就完全是 就是这个就是吃漆的表示了 白漆在吃这个 这个时候黑漆 这个好像感觉 黑漆也是下了一部手机啊 他先冲这个 哇 这部漆很有力量 应该是 他如果你先走这个 这一张太复杂了 他应该是在顺势冲这个 现在 现在我大概看出意图了 白漆现在是大概能把这个吃掉 黑漆呢 是希望救出这块 大概会是一个转换的一个结果 就现在如果 如果就是你冲 我走这个 如果你提 那我这边又滚回去了 对 虽然你多提个 但是其实还好 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说我要吃这边 那你这个冲就损了 这样他再一尝 你就坏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跑 一个是一个单跑 是个手筋 很多漆有 这种漆啊 一定要学会 他先跑 然后再冲 如果你说我先贴 再跑 这就是 我们说 这就叫业余手法了 这样呢 白漆肯定不会从这冲了 他以后肯定从这打 对 这样你这两步 就是一个大速手了 本来你是 本来他如果不能冲 他这么打 你这个两下 肯定是不会交换的 一定是保留的 这样以后你沾 还有这个翻 翻在这的可能性 要利用这个翻 是绝对不会贴这的 先跑也是节奏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奏 现在白漆 现在是不管了 先把这边吃掉 这应该是一个转换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 这个没有想到 在这里又形成转换 他这个转换 还可以翻打呀 这个翻打就是 他就是要要这个 利用这种翻打 这种翻打往往是好期 这个期啊 黑期首先呢 他肯定得走 因为不走啊 白期沾这个地方 你是整体是不活的 所以他现在是要走 那走呢 确实是翻打 这样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想法 他是 顿着翻打 然后再蒸这个头 哦 跳出来 跳出来 他是不肯自己补在里边 是吧 对对对对对 他不肯补在里边 头要走到外边 对 那你在里头花一首 其实不如走到 把头走到外面 嗯 这个地方下的还是 双方是进行了一个 大转换 对 又形成了一个转换 对对对对 这个转换 我们再看几步 然后再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式啊 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要要 要先定型 对 他是冲 搬 搬 这个地方还是有些复杂的 白期现在是靠在这儿 哦 他这个转换之后有一个好处 这个地方白期这块又没活了 哦 这边有一个欠了 欠了一手棋了 他是可以冲过来 这一转这个地方白期这没活 对 这个转换是 第一感 我第一感觉得白期可能吃亏了 这里 但是以后 以后还是请周老师 跟我们判断一下 这个这个转换有点过于大型 这个两个人 这盘期我认为下的很精彩 很精彩 对 昨天如果是一盘功夫棋的话 今天就是一个 栗战 栗战的对击 对 而且是双方是不停的在进行转换 在这个在 在进行这个 这个战斗 对 这种棋应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 这个从我们旁观者来看 也是这个 心想度很高是吧 对对对 白期呢 碰一个应该是 他是间接捕获这块 可以看出来 我们再看一看 他是下一步 补了一个 补在这 这个应该说白期现在 还是要利用他这些断点 现在白期 白期点了之后 脱鲜了 脱鲜了 拆在这里 这边难道不怕吗 他毕竟这加了一手 加了一手就可以了 就算活了 因为他这个 你断 他这个吃是鲜手 他在一般 这个眼睛还是有一定的眼睛 白期还是 还是很拼的 对 白期应该说是 上面如果说再被黑期围住的话 那他等于是 黑期这下就又大了很多 这边我们倒是可以大概 出租的数数 他就断目啊 因为刚才我们数到这 大概是黑头这边 55目 好 这边我们数一下 5目 6 7 8 9 10 11 15 16 26 26 27 28 29 30 31 41 51 51 52 53 54 55目是有了这块 55目 55目 那就跟刚才那边也是55目 所以说现在 但是55目的话 白期 但是黑期这里有多 黑期这里有增加几目期 但是白期这搬两个 也大概也能增加两目期 这地方他在 如果能搬到 打湿掉 这个 1 2 3 4 5 6 这上面呢 再打一下 5目 我可以打一下 打一下 然后白期也有一些 白期 总体来说 白期增加了一些目数 但是增加的还是比较有限 本来我们刚才是 当然我们刚才那个角是给他算上 如果算上了 角47 8目 现在变成55目要多一些 大概50也是多一些 然后白期呢 所以说这期还是很 很难讲 这个转换之后好像形式依然很接近 很接近 不过黑期好像比刚才要后视一些 黑期是要后视一些 然后但白期有个好处 白期先抢了这个 如果说现在我们看 如果说白期这个地方再补一个 黑期如果能把这全围住 那黑期就厉害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 黑期刚才围的 我们说是他最小是48目 但如果刚才白期这全算上墓 那就多了 那个墓 所以现在黑期走了一圈 是把这块墓给他限制住了 还是限制了 另外因为白期呢 这边多了两颗子以后 对这个子对这个脚上 还是多少有点帮助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军事 是吧 有可能 这个到最后 有可能是大杀小输营 对对对 大杀小输营 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地方 大家要留个伏笔 这个地方 我一直强调 他这个地方 不应该先拐掉 越看白 现在越看越拐 就越心疼 走不下来 好 好 把这个救回来 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形状 黑棋呢 算是走到脚上 白棋呢 把外面接住 另一个现在是木树比较好 如果说刚开局的话 会有 大家应该见过这样的旗形 这样搬 黑棋打掉 然后然后对 断打 断打这样 粘上 然后对这么一吃 他一直再一爬 这就死掉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 很老的一个定式 这个旗形呢 黑棋吃的脚比较大 当然刚开局的时候 白棋是可以考虑这么下 但现在都已经定型了 现在是完全是要 每多一木就撑一 对对对 所以说白棋这个时候 粒呢 是明显木树是最好的一个下法 现在是数着木来下棋 尝了之后 我看它 打掉了 它打掉了再爬 然后白棋是 把这个紫 架死了 对 这个棋筋必须吃掉 这个棋啊 还是很有意思 白棋 黑棋啊 这块棋啊 也要小心一点 还要小心吗 对 这我一粘 你看 粘是绝对先手 这个是一个死形 这个我就还能打 打着啊 就是你这个外面被我封住 如果你这个地方做不出眼的话 你就是个死棋啊 所以下棋陷阱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 还是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要保持警惕性 这个地方 这个先手间 先手间 现在拐过来 拐过来是要威胁白棋 对拐过来 拐过来就是要让白棋这地方做活 对 看你怎么活 对 看你怎么活 拐过来呢 它还是有一定目数 这个以后你打到这 现在 哦 它依然是先手 对 是先手 二级还是先手 翻 这里是先手的话 确实是 还是 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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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算难活 这个戒 这个班是先手是吧 嗯 它也就是作演 你反正你不走 我就提子嘛 提子反正是 吃它的可能性不太大 其实白棋活得还挺大 白棋活得不算小 这期 白棋活得 我就意外的轻松了 本身这个打入上面的时候 感觉这块中腹 还是很危险的 但是 不愧是米玉亭啊 这个算路 真的是很强 对 它毕竟 其实呢 它也有定道 它毕竟在这多走了一手 它在这靠了一下 这么一靠 就是算清楚中央的死活了 是是是 它靠一个下的挺好的 这不起 它如果当初啊 它如果不是靠 它又只是简单的长回来 这期恐怕是不太行 做活 然后它是扳了一下 那这个 这里做活之后 好像局面一下就要进入关子阶段了 对 这是进入关子阶段 扳了一下 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活干净了 嗯 它面小尖 这是不是现在最大的一步棋 嗯 这个不走 它要拖回去 对 这个确实很大 来 其实 靠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黑棋略有难受 这个地方 有点难受 这个棋性 现在如果退被冲过来是不行的 只能是顶的话呢 人家吃这个也是还是先手 还得补 所以它只有直接走回来 直接走回来之后呢 这个棋 白棋 现在是 它可以是 一会儿是可以加着补 它是先立了 立一个是它的权力 嗯 白棋这个地方还是 黑棋走了的时候 还是被白棋这么一走 全都 这地方 这里 白棋的效率走得挺高的 对对对 这里黑棋的棺子 是不是有一点 感觉是有一点 不太舒服 至少是 是 但是 确实也是不知道走在哪里 当初 当初确实 嗯 这个地方 确实不知道 我倒是觉得 它是不是当初 可不可以考虑走这边 干脆就别走了 走这边 斑沾这个 对 这个地方走了一时候 反正是 走得也不是太舒服 不过这个棋 是比较负担 现在我 我可以肯定是 他们两人应该是 现在应该是 独秒了 因为对 下到现在这个时刻 嗯 双方应该是 都进入独秒了 下到这个时候 如果 各是两个小时的话 应该是 正常的话 在我们讲棋的时候 就应该是 肯定是 至少有一方 只肯定进入独秒了 甚至两方都进入独秒了 现在是 应该是一个 关子的 收束的阶段 嗯 现在黑气脱纤 这 这肯定是打僵 这个肯定是 这个可以 肯定是百分之百 打僵了 这个也不是什么 适应手 就是 争取一下时间 这两部都是 在争取时间 啊 扳针啊 马上扳针 这个就按我们说法 这叫双仙四目 他应该是 走别的 他怕对方 他很想在上面 先浅销一下 然后再再一路扳针 他觉得 次序上大概 关系不大 另外 他是不是担心 浅销的时候 别人扳针 是双仙 关子不能错过 从道理上 是应该这种气 应该是 上面先来 然后下面再来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沾 然后先沾 这下的 这么稳健 是沾的 是吧 为什么不往前一点 对呀 这期真的 还是担心死活 是吧 它是有点担心死活 这期下的是 一直担心 自己的这条死活 是吧 这怕人家刺一个 再吃这个 确实是 有点担心 确实是有生命危险 但这期下的有点郁闷 这走了半天 自己 本来我们还 还担心白起的死活 但是下了半天 怎么还担心起 自己的死活 这个真的有点郁闷 其实转换 当初黑棋 从这里 把这串子 救出去之后 第一感觉的 黑棋是成功的 对 因为我们刚才 大致判断下 白棋增加的木树 还是挺有限的 黑棋而且还吃出五木棋 应该 确实你要减掉黑棋 这五木棋 白棋真的增加的 非常非常有限 但是米玉庭 这个中府算路太清楚了 这一靠之后 果断脱签 从上面 从打入开始 接下来的遗传变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 许家阳会 当时有些 手还是软了一点 有点软了 至少这个地方处理的 应该是很难 这个地方如果说 只能接的话 我还是比较认可 你的那个选择 还是要先飞 你算不活 你至少要得飞到这 你说先不斑粘是吧 因为这个地方 你斑粘白棋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 你敢斑粘我 应该是要接你 就是你走完 我斑粘 然后我再至少要推着火 这粘着火 这个效率也太低了点 这个地方 这一粘 不 至少你还飞 现在连飞都不敢飞 这一粘反低感是有点慢 这个 因为你粘的话 别人以后 至少是围在这 对 作为你来说 你肯定是想飞 它挡 我这么推着火 这个是我的一个 一个是最舒服的一个形状 这样你不走 我还能冲 我还能打进来 对 就是你 哪怕不要这个双线四目 你也想这么下 这很明显想这么下 这个粘一个 这个效率感觉太低了 这个棋 它没有粘这个 现在 它是大吃 大吃在粘住 大吃粘住 然后这边 现在白棋就搜刮 白棋在搜刮 它打吃 它也还是在威胁黑棋 就是说这个棋 你不走呢 它不见得是铁的 它一粘还是先手 就是说我现在一走 你要断打是吧 对 我要断打 你一走 因为它其实它是破这个眼 这地方我一走 随时可以破你眼 但它现在粘在这呢 就是说它这个地方 肯定是能做出一只眼了 但是这个再做眼 就只能贴 或者这么做眼 对对 这样子 猴着做是吧 或者贴 对贴也可以 那就是说当初飞的话 它大概也是当心的 那是不是还不如 当初就直接来做一只眼呢 直接做一只眼 直接做一只眼 它怕人补在这 就在这 不是这个棋 我现在还是没太明白 它如果 它当时如果飞在这 它也是怕别人吃的 是吗 这个形状 它为什么不飞在这 这个地方我觉得 还是挺难理解的 这个棋 总之它现在是下的 真的是有点委屈 这个棋 我们还是看它实战吧 这个地方 应该说许家阳 是在这个地方上 是下的有一些 有点缩手缩脚的感觉 对 现在它是走在这 然后它是就补回来了 哇 这个棋下的 真的是有点缩手缩脚 莫非它对这个形式判断 然后它提在这 有什么误解 这样白棋应该是 最大限度的 把这个棋子给收了 对 这个相当于 哇 它收的 这个还提到了 然后这个又还补回来 这个确实收的很舒服 作为白棋来说 这个冲掉 这个就是应该说是 进入到最后的 这个 现在这么看 应该也就是 然后这个吃掉 也就是四只五目的关子了 这个关子应该是 不是太难 走掉 这个经过两次转换以后 盘面上剩下的大关子并不太多 对 唯一黑棋 刚才就是说 我们说有有变化 就是它能不能飞在这 我觉得最后的胜负会不会是 如果这一代黑棋下的 再积极一点 会不会这个局面更细一些 有可能更复杂 对 按照实战将来收缩的话 反正是黑棋是走了一个 黑棋是不太满意的 肯定是一个不太满意的一个下法 但是如果这样赢了 那确实是最稳妥的下法 就如果赢了是最稳妥的 如果输了呢 那这个应该是 应该就是拜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拜因 这个是下的太稳妥了 逼一下来 冲 现在是白棋 白棋长到这里 连打也不打 这棋性 现在确实这个长是几目 长应该是初初的看 这是三木棋 黑棋一虎 你挡一盏 一二三 三木棋 现在就三木棋 对 冲 那棋盘就越来越小了 对 现在就是三木棋 应该再下来就是两木棋子了 现在应该就两木棋子了 长掉 这盘棋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啊 现在许家阳应该是要差一些了 现在我们再摆几步给大家输入木 好 这个棋 走掉 然后 可以去冲这个 接下来这些棋子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现在就是一两木的棋子了 这个棋确实不难 冲 这是全力 沾上 这边打吃 打吃 当初说的这个 管一下 这有可能差两木棋 现在看就是 确实是差两木棋 现在就差两木棋 如果这棋黑棋赢吧 那白棋 那明天就得今天晚上睡不好觉了 明天就得睡不好觉了 这个棋啊 这个地方确实是 双方都是 还是有一些 这个地方是 还是有一些出入 冲掉 现在就剩下 掉了 就没了 没什么关子了 他把这一粘 然后 它立下来 立下来 这应该是它冲掉了 没冲 这下应该是 肯定是应该能冲掉的 一直没冲 就算它冲掉吧 立下来 这样就是没关子 白棋其实理论上是可以加掉的 那看来白棋是算清楚了 白棋就说 我应该做这个之前 应该是可以加掉的 当然 他把这个倒是也一样 他把这个最后这个 这个木给 这个最后一木占掉 那这个 这木占掉 好像全盘已经 只剩下单关了 对 现在可以给大家 判断一下形式 好的 还是先数一下白棋吧 白棋这块是 6 从这数 123456 10121416 182021 21 2223 2425 262728 29 30 3323234 3536 3738 394 10 42 44 46 47 48 49 50 60 70 72 74 出出点 这是74 74 这是75 76 79 80 85 现在我出出一点 白棋是85木齐 你记着点啊 85木 然后先数这块大的吧 好 这个 这个是不用收的 这个你吃 蘸 猴 我蘸这个 对 不用补齐 不用补齐的 这是1234567 89 10 11 21 31 32 33 34 35 45 50 52 54 56 57 58 59 60 68 69 70 72 74 84 85 85加着5 90 那就排面5木 排面5木 排面5木那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那就是说刚才黑漆怎么应该拼一下 对 如果拼的话要吸不少 就是 如果拼成功的话 一定要拼这一下 这不拼是 不拼是肯定输了 不拼是肯定输了 因为 这样我们如果是排面5木 是贴其输了两木半 拼的话也许还有一线升级 是的 拼的话有一线升级 这个地方应该说许家阳 最后我们说他 这个是你后面是肯定输了 这个再怎么也得放手一搏了 是的 所以他应该是不能半战这一下 要飞在这 我觉得那个大概是有 对他半战的时候 我觉得许家阳会不会是这个形势判断有一点误差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这个这盘棋其实下的非常精彩 对对对 从开局这里这两边进行转换之后 然后黑棋脱脚 然后又形成了一个大转换 对对对 这个几经转换以后 棋盘桑海苍田 对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一直是一个胶着的状态 对 应该说下到那个时候双方因为这转换太多了 其实这盘棋的难度就是对棋手的掌握的难易度是非常难的 两个人经常在转换要重新再进行判断 而且下到后来我觉得肯定已经进入独秒了 对而且应该是进入到最后一分钟的独秒 对他们来说确实是非常考验 这个形势的计算呀判断呀 这个确实很难 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应该是他这个班战是肯定是明显的 他肯定应该要下到这个时候 其实形势没有那么的乐观 应该要下得再狠一点 不过这盘棋的 我觉得从精彩程度来说 观赏性来说 还是无愧于这个名人战的决赛的决胜局 是吧 最终呢 这盘棋呢 是米玉婷直白中盘战胜的许家阳 这也就意味着米玉婷现在是蝉联了 我们中国的名人头衔 现在是二连 二连罢了 二连罢 对 也是在此祝贺米玉婷啊 他还是 那么现在名人战呢 也是历史上 他也是第十位名人 第十一位 今天是 哦 第十位 对 他第十位 如果这个许家阳获胜的话 就是诞生了新的名人 对对 是这样的 但是米玉婷还是守住了 他的名人宝座 是吧 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周老师 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盘 这个非常精彩激烈的 这个不断转换的决胜之局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也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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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